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斗罗大陆中唐家走出的人 很多都是盖世人杰 他们的老婆也并不简单 如果唐家人比老婆会是怎样的画面呢 唐浩是主角唐三的父亲 也是浩天宗百年难遇的天之娇子 在唐三出现之前 他是浩天宗最杰出的天才 也是曾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 年仅44岁就封号浩天 唐浩的实力天赋强悍 他老婆的实力也不弱 唐浩的老婆 也就是唐三的母亲阿吟 是由十万年划行而来 十万年浑兽在斗罗大陆中非常罕见 他们在浑兽中的地位 相当于封号斗罗在浑师中的地位 而十万年浑兽的实力 也不弱于封号斗罗 所以唐浩的老婆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 唐晨是唐浩的爷爷 也就是主角唐三的曾祖父 他的天赋虽然不如唐浩 但是比老婆 唐浩远不如唐晨 波赛西是唐晨未过门的老婆 他和唐晨一样 是斗罗大陆上三位 九十九级极限斗罗之一 不仅如此 作为海神在斗罗大陆上的代言人 波赛西可以算作是半只脚踏入神级的半神强者 如此强悍的实力 在斗罗大陆中含有敌手 虽然阿吟是十万年浑兽 但依旧不是波赛西的对手 所以和唐浩比老婆唐晨完胜 唐三是斗罗大陆中的男主角 也是斗罗大陆有史以来天赋最强的人 不仅拥有双生武魂和天赋领域 还自带前世的暗器卦 九十六级就能打败神级强者 唐三如此优秀 他的老婆也不弱 唐三的老婆是女主小五 小五和阿吟一样 也是由十万年浑兽化形而来 虽然为了救唐三 小五献祭了自己 但最终被唐三成功复活 不仅如此 复活后的小五和唐三一起继承了修罗 神神魏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神级强者 所以比老婆 唐三能碾压唐浩和唐晨 除了唐三 唐晨和唐浩之外 浩天宗还有一人 他就是唐浩的大哥唐孝 唐孝就比较惨了 年轻时和唐浩同时爱上了阿吟 后来为了唐浩主动退出 一生未娶 所以唐家人比老婆 唐孝只能低头不语 不敢滋生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老婆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